随呼闹 燃油暂时还不会涨价 消费税下降措施在延长至5月2日 意大利华人街消息 目前意大利的燃油价格下调措施中 最立竿见影的就是汽车消费税的下降 3月的时候 油价曾一路标识至2欧元每升 直到消费税下调25欧分才得以缓解 目前华人街小编观察到 最低的汽油价格有1.65欧元每升 而平时都是1.73至1.75欧元每升 眼睁睁看着消费税下降的截止日期 4月20日越来越近 不少街友就感叹 便宜加油的好日子也有一期不复返了吗 答案是并没有 今天 意大利财政部部长弗朗格 在CDM部长会议中宣布签署了一项法令 该法令将针对燃油消费税的下降相关措施 继续延长至5月2日 增加了12天 该措施还宣布 汽油的消费税将从5千升728.4欧元 降低到478.4欧元 而柴油将从5千升617.4欧元 下降到367.4欧元 不少街友酱也纷纷下调了价格 不过5月2日之后的人油价格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了 目前距离5月2日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相信意大利政府会对此做出合理的降价措施 从意大利政府的成员角度来看 他们更希望通过让人民减少使用汽车 绿色出行或者推动车电车来解决这一问题 从最近出台的汽车购买以及报废的总金政策 可以看出这一点 谢谢大家